关于这个深拷贝和前拷贝 其实刚刚呢 我基本上已经给大家说明白了 你要用copy的copy 那就是前拷贝 考最顶层 如果你要是用copy的deep copy呢 理论讲的它是地规copy 就是所有的全考 但唯独稍微注意一点 是我刚给大家说的 就看你里边 是不是都是 这个第一层的时候 是否是一个原组 如果第一层是一个原组 copy直接不考了 如果这个全部都是不可变类型 那么deep copy是不是也不考了 这个地方切记 那么接下来 咱就说另外一个东西什么呢 关于拷贝 除了用copy模块之外 某些操作依然是拷贝 打个比方 列表的切片 列表的切片 大家看着 我接下来做一件事情 咱就看一下看这个图 我给大家强调一下 看这个图 我在这有个A 有个B 我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不画出来看这个图 A等11 B等于3344 起来A B 没问题吧 接下来C等于AB 起来C 是不是指向了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 是不是指向了他 一个指向他 接下来D等于C 一个冒号 啥意思 你不会说没见过这个冒号吧 如果忘了切片 可以适当回去看看 因为切片将来在直播串操作的时候 或者说在面试的时候 我肯定问你 把一个直播串里边的ABCD给它逆过去 变成DCBA 怎么变 是不是用这个切片给它逆过去完了吧 冒号冒号什么 复1 对这就过去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D等于它 到底是什么考碑呢 咱也没说copy的copy 也没说copy的Dep copy 那它是什么考碑呢 看我验证的这个图上的验证结果 IDC打出来是一个结果 我IDD打出来又是一个结果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这两个结果说明了 切片好像不是指向 是吧 反正切片它不是指向 它是什么呢 D又指向了一个新的列表 那么这个D指向了一个新的列表 尴尬就尴尬在这 它是否是生考碑呢 还是生前考碑呢 是不是接下来咱就深入研究了 我是怎么研究的 我打了个C0 打了个D0 通过C0与D0 看见的结果相同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实际上 是不是前考碑呢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变量 等于一个列表切片 实际上它是 最顶分的那个前考碑 听清楚了吧 它并不是生考碑 前考碑 那么这个能理解了吧 关于这个列表啊 它切片 它是有这么个特点 那还会有什么东西呢 看一下字典 字典里边有一个方法 大家要最挑 咱们所见到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对象 字符串 你能用字符串点 而sleep 请问 是不是切割 是吧 你字符串是对象 字典是对象 列表是对象 数字是对象 字符串 什么都是对象 这是Python里边 一切 这对象 就是这个概念 什么都是对象 那么那么也就是说 你原来写的这个字典 实际上它也是个对象 那么除了字典 可以写大括号创建之外 还可以写Dict 来创建 我用这种 什么呢 命令参数 或者说你们说的 关键字参数 是不是都可以去创建了吗 最终我创建出来的字典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写的 不是内母的张三 A字典27吗 那么将来 我这个字典里边 就有内母指向了张三 然后A字指向了27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来同样看这 看这 来看这个图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刚开始 我是怎么想的呢 我是这么想的 把这个我的想法 给你说一下 我先定义了个字典 列表 刚刚刚咱们通过欺骗 能够实现前口碑了 那么字典呢 它呢 是一个无序的 大家知道字典是无序的吧 列表是有序的 字典是无序的 字典呢 它的这个key啊 它这个相互顺序 是不确定的 它通过哈希来得到 那么通过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这 D.copy 是不是相当于负责一份啊 那么怎么验证 你CO 拷贝出来的东西 和D 是否是指向同一个呢 我ID了D 我ID了CO 请问 从这个结果上能区分的出来 我D指向一个字典 是我的CO 是不是按理说 是又指向一个新的字典了吧 这是百分之百的情况 那么通常要注意一点 这是什么呢 这个字典里边啊 咱们一直说 字典里边是简直对 key value 是简直对 那么这个key啊 实际上是在你的字典里边存在 但是你这个字典指向的value 它并不在你的字典里存在 指向 指向 当我的name是key的时候 我的age是key的时候 张三和27不是value吗 那么张三以及27 它在别的地方存在 仅仅是把name对应的value值的引用 放在这 听懂我意思了吗 全部都是引用 都是引用 那么当我接下来 验证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结果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的 你怎么才能验证 你是把张三也复制了一份 还是说你们都是指向同一份张三呢 请问是不是咱们验证 怎么验证的结果呢 我接下来我又创建了个字典 和上面几乎是一样的 唯独多了一个key value 这个key叫做childrenA子 然后它对应的value值呢 是一个列表 让大家注意看 按照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COPY CO等于D的COPY 那么请问 name和这个name指向它 A子和这个A子指向它 那么这个childrenA子 是不是指向这个列表了吗 怎么验证你们两个 确确实实是指向同一个列表呢 怎么做 你看我是怎么做的 D 中国号childrenA子 请问这意味的啥 我把这个D指向的字典里边的 这个东西当做key 去取它对应的这个值 没错吧 找到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 点append9 请问这里边 在后边是不是添加了一个9啊 那么言外之意呢 粉丝啊 你这个地方呢 应该多一个9才对 那么当我接下来 我打印去D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个里边是不是多了个9啊 但是当我打印去CO的时候 你们发现也多了个9啊 对吧 这是截图 对吧 这都是属于证据嘛 你们发现一个特点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这说明了什么 这样就说明了 你用你的字典去copy的时候 就是字典 它默认有个方法 就copy 实际上是不是相当于 把你字典里边指向的那些value 它是共享的呀 对吧 通过这个地方东西 两个意思 第一个字典无序 每一个key都通过哈希来得到 都通过哈希来得到 至于什么是哈希呢 后面呢 咱们大家会再去做 张哥的时候呢 进行加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哈希呢 往往一般用来进行 对一个数据进行 处理 处理成一个固定长度的 随机的这么一个一个东西 目的只有一个 让你解不出来 这是哈希 那么加上言之 把name 把age 这个地方收起来双银号 把这个东西当作一个key 它们的value值并不在字典里边存着 而是存到什么 引用 听得清楚了吗 切记同吗 切记啊 存的都是引用 通过这个图呢 就能说明了 刚刚我给大家讲解的东西是 除了用copy 模块里边的copy 和deep copy之外 甚至是用切片 以及用字典里边的特殊方法 是不是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请问这两个都是什么拷贝 潜拷贝 没错吧 如果你接下来通过特殊的方式 深拷贝的话 是不是这个哥们 是不是真正就拷了 所以说呢 要切记什么的原则 切这个原则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 关于深拷贝 前拷贝 最后一个问题 我调一个函数a 这个函数有一个行判 我给它传了个列表 当作实判传递 请问 这个函数对列表进行了修改 是否会影响到 我外边传进去的这个列表 所有的抽象 我给你画个图 注意看个图 我在这定了一个叫做 Numbers列表 等于11 动画22 我调用一个函数 比方说调用 叫这个testNumbers函数 我把Numbers当作列表 当作实判传进去了 defTestNumbers 他想要接受呢 这个地方找了个time 那么他这个地方 time.append 翻四翻 请问 当这个函数结束之后 Numbers会是多少 是1122还是112233就这两种答案 读一把 读书了怎么办呢 请我吃饭 来 怎么办呢 你 我要是说了 我请你吗 很平等 来怎么办 看着 最后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我在这个地方得的答案一定是 112233 如果我要是在这个地方 我来上了一个copy.deepcopy 请问将来我这个地方的字会是多少 会是多少呢 来 你看我自定的答案 这个没有说服力 来验证一下 defTestNumbers 然后time.append 咱们直接写了 append 33 来 调用这个函数 test 我再来先定一个列表 Numbers等于1122 刚刚咱们写列表 调用它 Numbers Numbers 然后 好了 往里传 我是不是猜对了吧 第一个 再来一个 Test下 我发现Numbers 然后copy.deep copy 我写上Numbers 那么此时 这个地方会不会多一个33呢 为什么 本来就有33 有没有多一个33 你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啊 不是说有没有 是有没有多一个 我要是执行这个同胚 结果一定是什么 112 33 但是我刚刚执行的是 copy的deep copy 那么对于这种结论 什么没有添加以高啊 那么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操作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这个列表 复制的东西 复制了一份 复制了一个新的列表 给了你 你修改的是不是那个新列表啊 对我原来Numbers 指向的列表有变化吗 没有 因此 我是不是还看了这个值啊 你要明白了啊 我这个地方并没有重新给它复制啊 而是基于原来列表 是不是继续多的东西啊 所以说没有添加一个新的33 你要切记什么啊 你要切记 来 再来一遍 为了验证啊 来跟我说服力 来验证 走 Numbers 看清楚了吗 我只要这么掉 就多一个33 我这么掉 什么不多啊 那没说明了吗 请问 咱们一般在传递13的时候 传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都是传的引用啊 对不对啊 都是传的引用 但是如果我想让你进行操作的时候 不对我产生修改 所以我只能是把这个哥们的一个备份给你啊 你爱怎么改怎么改 对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影响 切记 一般咱们传递的都是那个列表的引用 对不对 咱们可以把A等于某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归纳到钱口币里边去啊 可以吧 一个变量等于一个东西 不是说一个变量指向它吗 又因为你没有复制里边的东西 是不是咱们可以把A等于一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归纳到 是不是钱口币这个范围里边去啊 所以是同学最后你总结总结啊 一个变量没有等于一个东西 它一定是指向 剩下的两种方式 深口币前口币 前口币是口币最顶层的 深口币是全部都口币 对吧 那么如果咱们只分前口币和深口币的话呢 咱们就把一个变量等于一个值 是不是也归纳到 是不是一个钱口币的范围里边去啊 就是这么一个范围 好了 这是最后我刚给大家出的这个作业 想一想怎么个问题 关于深口币前口币同学 咱们基本上说到这 那么哪个地方会有应用 上面注意点 你想拷贝对象 你就拷贝对象 你想拷贝列表 拷贝字典 拷贝原子 拷贝集合 拷贝字不算 什么都可以啊 关键点在于 你想干什么 听懂了吧 我接下来我想拿那个数据 我进行模拟测试 你这个时候 切记同学们一定要深拷贝 测试 万一你要是测试的过程当中 对数据产生了污染 那你原数据没有了 怎么办 我就说了直白一点 我从网上好不容易 我抓了一个很核心的数据下来了 我接下来要测试 也没有保存到文件 我接下来抓住了 我就要测试 我测试的时候 对数据产生了修改 反而回不去了 将来数据是不是就乱了吗 如果你用拷贝 深拷贝 你把它拷贝一份 接下来你爱怎么搞 乱的是不是那份备份 而原来那个数据是没有乱啊 是可以这么多吧 好了 就说到这儿 一定是根据你的需求 是要深的还是要浅的 是根据你的需求来做 啊 你就是计Pad 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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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尔